嘿大家好我是悟空 今天又回归到我的电视盒子的主页 介绍一款HOMATICS的DONGO G4K 这款电视盒子其实跟谷歌TV是差不太多的 之前我在社区动态发过图片 然后有很多人都误解了 还以为这是谷歌TV出的 其实并不是谷歌出的 而是HOMATICS出的 然后再也就是上个月 我做了很多关于NAS一些技巧的视频 很多人还以为我彻底转型 不做电视盒子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关于电视盒子 我一直都是一个热爱的方向 所以我会坚持做下去 顺便跟大家打个招呼 就是在国内的平台 比如B站或者西瓜视频 就不上传这一类题材的测评了 为什么 因为过不了审核 这么着跟你说 其实只有我的账号是过不了审核的 我看了一下在后台 已经被删掉了80几个视频 而且两个平台好像是打过招呼的 只要是我的账号 哪怕你上传国内的电视盒子 比如说当倍 腾讯视频 斐讯N1 这样都不行 只要是我上传的就不行 但是其他人没有发现类似的状况 我心态上有一个变化 就是几年前 我可能被别人搬运的视频之后 就会很懊恼很生气 但现在完全不会 谁要是搬运我 关于电视盒子测评的视频 我表示欢迎 我给你点个赞 因为你太厉害了 可以过神 当然了 我也不会因为这个小事 就痛恨平台什么的 这个没有必要 因为大家都知道 每个人都是打工的 底层人民就不要相互伤害了 好 那是题外话 言归正传 这个盒子的具体配置 我会在视频下方列出来 然后其实它跟谷歌盒子的配置 是差不太多的 CPU做了一下小幅的升级 支持了AVE编码 再要比较有特色的是 增加了两个接口 一个网口 一个C口 具体来说 它的售价 我看一下官网是79.9美元 我想如果国内也是这个价格的话 应该不会有人买 所以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它的外包装 那么上面写着谷歌TV的字样 实际上它并不是谷歌TV 大家不要误会 它的品牌叫做HOMATICS 其实外包装没什么好说的 支持的流媒体都是差不多的 包括奈飞 迪士尼这些都支持 这个盒子外包装上 可能没有写着一个指标 就是支持4K HDR 支持杜比全景声 但是没有杜比世界 这个配置实际上也跟谷歌TV配置差不多 都是2加8GB的组合 WiFi5不是WiFi6 然后这种电视棒 大家不要有过多的期待 因为它配置都比较低 这次看到它的命名叫做Dungle G4K 说实话 这种命名方式 真的是让人难以记住 好 这次买的是一个灰色的版本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大小跟谷歌TV差不多 我们来对比一下 好 左侧这个是谷歌TV 右侧是HOMATICS 这么一对比其实也差不太多 可能这个HDMI线稍微短了一节 相对于谷歌TV 它多了一个网口 当然这个网口 你也不要幻想是千兆的 它是百兆的 它的供电方式是Micro USB的 也就是说可以用电视机背板的USB供电 同时它还有一个Type-C的接口 顺便再说一下 这个网口虽然是百兆的 但是它有一个特殊的用途 就是当你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有很多人反馈说原生电视盒盒子 第一次使用的时候连不上WiFi 可能是需要修改软路由的自定域名劫持 但是说如果你不太会修改 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 就直接连接网线 这个官网写的是2.1 大家不用介意 现在HDMI的命名非常的混乱 那么大家就可以当做HDMI2.0去看待 不要对它2.1产生什么幻想 仔细看一下 Logo下方其实有一个白色的指示灯 然后在机身的右侧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Reset按键 一般情况下都是长按10秒才会重置 如果你是长按4秒左右的话 一般都是进入遥控器配对的模式 所以小的按键还是比较有用的 既然侧边MicroUSB 已经是作为供电接口了 那么Type-C是不是就用来数据传输 能不能这样操作 我这个U盘是两头插的 等一下我们来验证一下这个问题 好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东西 最下面这个是祖传的遥控器 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多了这种模组了 基本上涨都差不多 然后跟米库可能就是Logo不一样 这边多了一个HOMATICS的Logo 然后这边还是一个祖传的自定义APP的按键 这边是设置按键 这边语音上下左右 手感方面不如谷歌TV的好 虽然比不了谷歌TV 但是一般也是够用的 好 这是一根MicroUSB的电源线 好 这是一个5V 1A的电源适配器 所以说这个插头其实用不用都行 因为你用电视机背板 USB也是可以的 剩下就是附赠了一个电池 没有其他东西了 好 总共就是这么多 如果说Type-C不能扩展的话 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比如说我之前买的FairTV的拓展物 这个拓展物是MicroUSB的 我也会尝试用这个线去拓展一下 电视棒最佳的一个方式就是什么都不带 是最方便的 而这种拓展物其实就是DIY玩家的一种折腾的方法而已 并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还是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和谷歌TV的开机动画完全一样 好 它的开机速度 我也大概感受了一下 大概是20几秒左右 好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界面 就是刚才初始化之后进来的界面 它预装的应用并不是很多 就是奈飞 YouTube 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流媒体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捆绑的软件 谷歌TV这个系统 其实也是需要授权的 并不是所有盒子都能够使用它的系统 据我所知 现在目前电视盒子能够得到授权的 好像也并不是很多 它谷歌TV的系统 最主要是想推广电视机的市场 至少目前我看来是这样的 比如说索尼海外版 TCL海外版 或者是海信的海外版 是有谷歌TV的系统的 等一下我们来看看它的一个存储空间 我们在右侧找到设置按钮 大家可以看到大概是3.7GB 现在我已经装了一些拥有 所以现在还剩3GB左右 很多人都好奇说谷歌TV的界面 说为什么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的确 最主要的原因是你的节点不一样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推荐位没有 要想获得那样的一个推荐位 你可以换成原生节点 我给大家做个演示 好 现在我就已经换上了原生节点 我用的是一个美国的原生节点 大家可以看到多出了一个直播 然后最左侧就是为你推荐 当然我讲这些内容 其实就是一种普及 就是根据你的节点的不同 它会显示不同的一个推荐位 如果你用的不是原生节点 BJP的这种都有可能会出现 就是没有推荐位的情况 右侧就是应用 这样看起来似乎是更加丰富一些 但其实精简一点 可能更节省内存 说到节省内存的问题 这个盒子回归了一个功能 什么功能 就是当我们双击的时候 双击Home键的时候 它就能调出后台的任务 那么如果你想关闭哪一个任务 点击下方的叉子 当然如果你觉得不过瘾 你还可以一下全都缩花 点击右上角的Close 就全部全都是清理了 我不知道对大家来说有没有用 反正就是回归的功能 感觉还是挺治愈挺过瘾的 简单看一下设置的情况 点到高级显示设置里面 有一个关于HDR有没有开关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有自适应的 点击右侧 它有一个偏好设置 目前我们是偏好HDR的 然后偏好设置下面 有一个匹配内容的动态范围 我们一般都选择动态调整HDR 如果你是始终显示的话 这个页面是有点泛白的 关于颜色合适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分辨率这个地方毫无疑问 就是4倍60Hz 这里面值得吐槽的一点是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英文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地方 完全没有必要是英文 就感觉好像是汉化的不完全 当然了我们还可以手动的去调整 具体的你的分辨率 同样机器又回归了一个功能 就是屏幕的缩放 有的时候我们的电视机 可能没有铺满 通过调整zoom out 然后一点一点的去缩小 你的屏幕的一个范围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我播放的就是一个4K的视频 当然了 这个是一个AV1编码的视频 这种视频它的压缩比比较高 相比于H264的 它的压缩比 相当于是H264的一半那么大小 也就是说它这种格式 是可以给流媒体公司省钱的 同时也是给咱们大陆的用户 省一部分钱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大陆的用户看油管 需要科学上网 也就是说它可以节省你梯子流量 现在可能还没有全面铺开 就连谷歌TV自己 它也没有支持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 1080P的版本它是支持的 好 这个是油管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奈飞 奈飞这一块的测试 我可能会打上一部分的马赛克 因为这个奈飞版权实在太严格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4K HDR 包括杜比全景声的这些logo都已经点亮了 这两年也不断的在看奈飞 但是我觉得其实奈飞上也并不见的都是一些好剧 就是其实它是好剧烂剧都在一起的 还是需要精挑细选的 可能韩剧和美剧是我平时看的比较多的 而且韩剧现在特别的多 包括近期可能上映的黑暗荣耀是吧 黑暗荣耀其实也挺雷人的 虽然是讲校园暴力的 这里边有一些情节 我认为是有点不符合实际的 比如说碎纸机它居然可以还原 我是无法理解的 好了说多了 好 这个是迪士尼 现在迪士尼也是全面铺开了 支持很多的国家和地区 基本上你挂香港或者是台湾的节点 都是可以看到迪士尼的 比如说黑豹 好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支持4K HDR 还有5.1的 但是没有全景声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如果你非常介意的话就不要买 然后迪士尼的画质 实际上跟奈飞是差不太多的 迪士尼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的字幕非常的多 非常的齐全 我认为是一般情况下 都比奈飞的版本好像要多一些 就非常的齐全 而且这里面的动画片很多 好 接下来是一个本地影片的测试 这次我们采用的是Cody最新版 应该是20的一个版本 简单来测试一下 有这么几个标准 一个是高码率的HDR H-EVC的4K视频 好 大家可以看到很轻松的就加载出来了 而且整个流畅度非常高 没有什么卡针跳针的等一些现象 然后此时按下信号源的管理界面就可以看到 目前确实是HDR在播放的 色彩音色都是正确的 然后我们快速点击停止 停止之后我们再看 确实就是退出了 所以说HDR自适应做的非常的快 我们把音频直通的选项打开 系统下面有一个音频 我们在音频这个地方 打开这个允许直通 它分别这几个开关都可以给它打开 比如说海啸奇迹的这个片子就是DTS 好 现在已经播放了 此时回音币上会显示DTS的字样 证明它是可以直通的 接下来再测试一下杜比初HD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杜比初HD的这种全景声也能播放 在回音币上显示的就是PCM 它是可以转换的 也是可以兼容播放的 只不过就是没有这个直通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它支持DTS的直通 不支持杜比初HD的直通 刚才测过的Cody 其实MB也是差不多的 测试结果都是一样的 也是支持DTS 正好这个片子它的音轨比较多 既有普通的杜比5.1 又有DTS 同时还具备杜比初HD 我们测试一下DTS 看看行不行 好 回音币上已经显示了DTS的字样 说明它是可以直通的 接下来回过头 我们选择一个其他的音轨 比如说这里面我们选择杜比初HD 这一项肯定是不支持的 我们播放 好 这个时候回音币上显示的是PCM 也就是说杜比无损的杜比初HD版的杜比 全景声它是不支持的 只是按照降解PCM来处理 简单测试一下网速 首先我们测试一下无线部分的速度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可以跑到330M以上 目前已经跑到了350M左右 上传对于电视盒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好的 这个是最终的一个得分 好 接好网线之后 我们简单测试一下网口的速度 所以它测出来的速度应该是96M左右 那么也就是说你用网线的速度 还不如WiFi的速度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不需要用网口的 当你初时化这个盒子之后 有很多小伙伴可能会问说 怎么去安装第三方应用 在这里我再重新提示一下大家 谷歌在安卓11和安卓12等 这些高版本的电视盒子上面 基本上已经禁用了U盘安装的方式 即便你安装了这种文件管理器 实际上它也是读不到APK的 首先去谷歌商店 去下载这款软件叫Downloader 这个盒子并没有打开开发者模式 依然是可以看到未知源的选项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可能对新手来说算是比较友好的 具体这个软件是怎么下载的 我单独出过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以前的视频 我们打开这个软件 大家可以看到最上方有一个远程推送 我们点击远程推送 你都是可以通过浏览器的方式 去把你的APK上传到电视盒子里面 再去安装的 大家就统一用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是最方便的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这个遥控器 已经是配对的一个状态 当我们按下音量加减键的时候 它也是正常识别的 包括右侧的信号源 它也是可以正常的吊起来的 我下面就讲一下配对的过程 非常简单 点击设置按钮 我们找到遥控器和配件 大家可以看到 最下面有一个setup remote buttons 说到这里 我就想再次吐槽一下 它汉化是不完整的 就是正常情况下 下面应该显示中文 不知道为什么要显示一个英文 很奇怪 大家可以在这个选项里面 点击添加设备 然后选择电视机 然后再选择你电视机的品牌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包括音量怎么设置 电源怎么设置 还有信源怎么设置 当然我只是给大家一个提示 因为它中英混杂 确实挺讨厌的 好 这个环节本来是想介绍一下 拓展物 但是我发现不必了 电视板跟谷歌TV 有一个明显的不同 就是它是有一个 单独的供电接口的 这个C口是多出来的 而谷歌TV是只有一个C口 所以你如果买它的 拓展物 就需要考虑PT供电的问题 因为这个盒子 它本身就带了一个C口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是有一个C口 那么如果你的U盘 就是C口了 直接插进去 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当然了 如果是移动硬盘 像这种移动硬盘 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我个人 不建议大家长期使用 这种比较大的移动硬盘 因为它本身就有一点费电 对于小的电视棒来讲 一共才5瓦的讹定功率 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所以说读取影片 大家还是从G网NAS去读取 可能有人会说 它是C口的 可能不太方便插U盘 一般U盘可能都是A口的 那么你就可以买一种 比较简单的拓展物 像这种 这是最简陋的拓展物 也就10个点左右 或者以前谷歌TV用的这些 拓展物全都可以通用 因为就是C口的 当然这些拓展物 笔记本也可以用 其中这个拓展物 我是比较喜欢的 比如说这样子 有点像八爪鱼 也就是说 这个盒子不需要拓展物 非常方便 经常有人问我说 电视盒子能不能连接鼠标 现在已经进入配对模式了 大家可以看到电视盒子上 已经出现了鼠标的信号 好 我们点击配对 好 现在就已经配对成功了 同样的 如果是蓝颜音箱或者键盘 也是这个原理 都是可以的 好 当你配对成功之后 这个鼠标就可以用了 就是这么简单 好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就用鼠标去操作 都是没问题的 顺便给处理器跑个分 好 这个就是最终的一个得分 单核心的649 多核心的1575 所以如果只是单纯的看性能方面的话 这个处理器是低于谷歌TV的S905D3的 当然这个跑分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我简单的总结一下这款盒子的优点和缺点 缺点这部分 我给它列出了4个小点 第一点我觉得它定价还是稍微有点偏高 我个人认为可能跟谷歌TV保持同样的一个价格 比如说49美元或者说59美元也可以理解 第二点我觉得它的系统设置里面中英文混杂的这种情况比较多 而这个问题并不是什么特别高深的问题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第三个小点就是它的遥控器手感还是不太好 最后一个小点就是迪士尼暂时还是不支持杜比前景声 再来看优点这个部分 优点这个部分列出了几个小点 其实都是一些细节的地方 比如说这次我们在安装第三方应用的时候 就不需要打开开发者模式了 这两个小点就是回归了或者是增加了后台清理的功能 还有屏幕缩放的功能 再有就是硬件上多了RG45的网口 增加了一定的可扩展性 最后就是整个系统是谷歌TV的系统 其实这个系统门槛还是有点高的 最后我们再说一点 它到底跟谷歌TV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这里我也画了一张图 大概有这些不同 首先是CPU相对于谷歌TV 它这次支持了AV1解码 然后当然谷歌TV也不全是不支持 比如说1080P的版本是支持的 再有就是安装第三方应用 不需要打开发者模式 再有就是增加了后台清理的功能 还有就是跟谷歌TV不一样的第一点 就是它没有杜比世界 还有帧数匹配 然后多了一定的扩展性 相对于谷歌TV 它的中英文汉化不够完整 还有就是首次使用的时候 它的剩余空间相对于谷歌TV 要多了1.3GB 最后一点就是相对于谷歌TV 在迪士尼流媒体上 是没有全景升的 说到这里 我们这期视频就说的差不多了 欢迎给我点赞以及转发 注意你的转发对我来说非常有帮助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